关注CBE赛事 营造良好的精彩环境 分享篮球的精彩与快乐 大家好 鲁岩砍球 今天的话题是 辽阅之战 看点之三 赵纪伟受伤离场 队员伤病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CBE比赛可以说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收官之战 联盟的每一支球队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问题 已经困扰着比赛的成绩和排名 关注篮球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广大球迷在欣赏精彩比赛的同时 不愿意看到队员的伤病 但是队员的伤病问题却屡有发生 在本场比赛中 辽阴队的郭艾伦 赵纪伟 韩德军 都曾出现了伤病现象 而赵纪伟是最为严重的一位 最后被队友背着离开场地 然后到医院救诊 当时是胡敏轩防守赵纪伟 赵纪伟在运球的时候 脚踩着胡敏轩脚上 接近90度的歪脚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伤病 赵纪伟意外受伤 引发人民关注 有的职责是对方的犯规 但是从录像回方来看 胡敏轩并没有恶意犯规的情况 不存在故意伤人 可以说赵纪伟的受伤确实有些意外 赵纪伟在个人微博上发文也写道 谢谢大家关心 经检查后万幸没有伤到骨头 只是扭伤 让大家担心了 在这么激烈的赛场上受伤 是很正常的情况 所有运动员都要去承受这个风险 我也是一名职业运动员 经历过很多比赛 看得出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大家都想赢 都在拼 不存在故意伤人 所以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上面了 让我休息一段时间 满血回来 赵纪伟真是好样的 不愧是国家级的球员 职业素养和水平都是高 比赛结束后 胡敏轩及时喂好了赵纪伟 而赵纪伟也是赛出了两人的聊天记录 暗示大家 这是个意外的误伤 大家都不要挂念和弄对对方球员了 今天得的消息 聊来后卫赵纪伟 骨头并没有大碍 主要是忍带肌肉拉伤 我们祝福赵纪伟尽快好起来 同时也呼吁CBE联盟和各俱乐部 要切实加强 队员的身体保护 让球员们身心健康 愉快打球 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 好鲁岩砍球 今天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点评与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点评与转发